那个小伙儿因为30岁了嘛 就是一次对象都没触过 我觉得以前可能是择偶标准 肯定要求特别高是不是 对高是高 我想问问具体的 或者是有没有女孩子追过你 女孩子追过我倒没有 他们都是在背后议论过我长得帅 只是这一点 那不是就是 你以前那个择偶标准是怎么高吗 就像明星一样 有气质 有气场 有女人味嘛 他们议论你帅是怎么议论的 这小伙儿长得挺帅啊 都会丑 都会回头瞅我 每次我爱逛街 为什么呢 爱逛街呢 就是觉得他们的眼神在瞅我挺帅的 而且还在悄悄地说我也听到了 说这小伙儿长得实在是真挺帅啊 觉得挺好的 所以爱逛街嘛 那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既然这么多的女孩都说 哎 这小伙儿长得挺帅的 怎么没有人追过你呢 平常我 就是你今年三十一肯定在这些年里边也有你喜欢的姑娘吧 嗯 你有没有表达过 呃 我是面子薄 不爱说这些 所以一号号到了三十一 对 所以我是面子矮嘛 嗯 比较大方面也很少 因为没出过对象 没跟女朋友接触过 呃 所以呢 一直单到现在 那怎么想到这一次上全城 那怎么想到这一次上全城